哎等等大家你知道吗 这酸奶上有这几个字呀是假酸奶 啊真的吗 当然了来跟我走 一分钟带你调到真酸奶 一发酵乳 酸奶的专业书语呢叫发酵乳 是指在纯牛羊乳中加入五酸菌发酵而成的产品 所以说呀要想知道它是不是真酸奶 要看包装上有没有发酵乳这三个字哦 二蛋白质含量 酸奶配料表上的蛋白质含量 第一百分之一的其实都是饮料 真正好的酸奶呀含量都是要高于2.9%的 所以说呀买酸奶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配料表上的蛋白质含量 三含糖量 酸奶皮上的碳水化合物其实就是含糖量 一般不超过12%就可以了 如果超过这个标准的话呢 这含糖量就和可乐差不多了 四风味 现在超市的很多酸奶呀都会加有风味两个字 但你知道吗 这风味呀其实就是商家为了提升口感加了很多的添加剂 这营养价值呀是远远不如纯酸奶的 如果说你想喝水果味酸奶的话呢 可以自己买一个榨汁杯 榨火的时候配上纯酸奶就可以了